马上将这四种食物撤下餐桌,可能会加速肝硬化,尽量要少吃,肝脏,这个默默无闻在我们体内辛勤工作的器官,是咱们身体内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化工厂,它负责这解毒,代谢,储存等重要职能,但是,现在的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习惯,往往对它造成了不小的负担,那哪些食物是肝脏的克星呢? 咱们得赶紧把它们从餐桌上撤下,少吃为妙 一,肝脏的守护者,了解肝脏的重要功能 肝脏,这个体重占成人体重的五十分之一的器官,却担负着超过五百项的生理功能,可谓是身体的全能冠军 它不仅负责代谢咱们吃进去的各种营养物质,还得负责解毒,把体内的有毒物质转化成无害的物质排出体外 简单来说,肝脏就像是咱们体内的一个清洁工,日夜不停地清除着体内的垃圾 但是,如果咱们的饮食中充斥着高脂肪,高热量的食物,肝脏就得加班加点地工作 时间长了容易出问题,比如说脂肪肝,这可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小问题 它可能就是肝硬化甚至肝癌的前奏 研究数据显示,脂肪肝患者中,有一部分人可能会发展成为肝癌,这不禁让人警醒 二,烧烤食物,美味的危险信号 夏天来了,烧烤摊一家挨着一家 烤串的香味弥漫在街头巷尾,真是让人垂涎三尺 但是,这些看似香喷喷的烧烤食物,却可能是肝脏健康的隐形杀手 烧烤过程中,肉类在高温的作用下,会产生一些致癌物质,比如多环方厅和杂环案 这些物质一旦进入人体,就得由肝脏来处理 长期大量摄入,肝脏的负担可就重了 而且,咱们在享受烧烤的时候,往往还伴随着啤酒,这就更加重了肝脏的负担 不是咱们吓唬人,经常吃烧烤,肝脏出问题的几率确实是要高一些 所以,为了肝脏的健康,那些看起来香喷喷,吃起来嘎嘣脆的烧烤,还是少碰为妙 三,酒精的双刃剑享乐背后的肝脏代价 酒精,这个在社交场合频频出现的老朋友,其实是一把双刃剑 一方面,适量饮酒被认为可能对心血管有益 但另一方面,酒精的代谢却是肝脏的重活 酒精在体内主要通过肝脏代价,转化为乙全,在进一步转化为无害的醋酸排出体外 但乙全在这个过程中,对肝细胞有直接的毒性 长期大量饮酒,肝细胞受损,引发脂肪肝,肝炎,甚至是肝硬化 医学研究表明,酒精性肝病是导致肝硬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酒精消费是全球第三大疾病和伤害的风险因素 特别是在严酒文化盛行的国家和地区,肝硬化的发病率相对较高 因此,对于那些喜欢小酌几杯的朋友来说,控制酒量不仅是对社交礼仪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肝脏健康的负责 四,煤变食品,潜藏的肝脏杀手 在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会不经意间摄入一些煤变的食物 比如存放不当的粮食,坚果和豆类 这些食物中可能含有一种名叫黄蛆酶毒素的物质 它是一种强烈的肝脏致癌物 黄蛆酶毒素一旦进入人体,就会在肝脏中积累 损害肝细胞,导致肝纤维化,甚至肝癌 根据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数据 黄蛆酶毒素是全球范围内食品相关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因此,食物的储存和处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咱们在家里存放粮食和干货时 一定要保持干燥通风,防止霉菌的生长 购买食品时,也要注意检查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避免购买已经没变的食品 对于已经发现没变的食物,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认为切掉霉斑部分就能安全食用 因为黄蛆酶毒素可能已经扩散到整个食物中 在这方面,咱们不能掉以轻心 毕竟,健康才是真正的硬通货 五,高盐食品,肝脏的隐形负担 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 但过量摄入却对肝脏构成潜在威胁 盐分的过多会导致体内水分紊乱 增加肝脏的负担,特别是在肝硬化患者中 过多的盐分会加速病情的恶化 诱发腹水等并发症 因此,对于爱吃咸的朋友们来说 平时在烹饪时要控制盐的用量 尽量减少加工食品和腌制食品的摄入 以降低对肝脏的额外压力 六,高糖食品甜蜜的背后是肝脏的苦 糖分摄入过多,不仅是肥胖和糖尿病的诱因 对肝脏同样不利 研究表明,高糖饮食会导致肝内脂肪堆积 促进非酒精性脂肪肝病的发展 肝脏在处理过量糖分时会将其转化为脂肪 长期下去,肝脏的脂肪代谢功能可能受损 进而发展为肝纤维化甚至肝硬化 因此,减少甜食和含糖饮料的摄入 对于保持肝脏健康至关重要 七,油炸食品肝脏的油腻负担 油炸食品的诱惑总是难以抵达 但它们往往含有大量的反式脂肪酸和油里基 这些物质在肝脏代谢过程中会产生氧化应激 损伤肝细胞,加剧肝脏炎症 长期食用油炸食品可能导致肝脏负担过重 增加患肝病的风险 因此,要尽量避免将油炸食品作为日常饮食的常客 以免给肝脏带来不必要的油腻负担 肝脏健康与日常饮食息息相关 为了保护这一重要的器官 我们需要对日常饮食中的潜在危害有所认识 并做出相应的调整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肝脏的健康 享受高质量的生活 同时也提醒大家在享受美食的同时 不要忘了对自己的肝脏负责 健康饮食从今天开始,从每一餐开始 来说,我们下期待的肝脏负责